来的小时候很惶惶 成绩也可 不管在哪一个学院 小学、学学也都蛮喜欢她 我觉得是吧 在外面学什么 结果呢 来的没有 没有 一个好三个 在哪一个 不管在哪一个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是刘雅迪的奶奶 据老人说刘雅迪今年15岁 是武汉市第59中学的学生 老人想不明白 她那学习成绩一向优异的孙女雅迪 为什么会在中考之前放弃考试 离家出走 我就想跟刘雅迪说这样的话 我就想 你这个女孩子都是男孩子 反正我跟我弟弟也经常这样说 我是对雅迪这个女儿 我的儿子 刘佳仁已经找遍了所有雅迪可能去的地方 都没有他的下落 为了帮助刘佳仁 记者来到事发地公安局 在备案的过程中 记者惊奇地发现 在人口登记册上 显示的竟然是无所需查询结果 刘雅迪已经初通毕业 而且真相 记者来到刘雅迪就读的武汉市第59中学 由于暑期学校放假 记者并没有见到刘雅迪的班主任 只能通过电话了解雅迪的情况 喂 你好 请问是潘老师吗 我想问一下刘雅迪是你们班的学生吗 是的 老师在电话中证实了刘雅迪 确实是这个学校应届初中变身 但他也搞不明白 一项成绩不错的雅迪 为什么会出现弃考和离家出走的状况 也就是后 这个学生在我们家里面 从初一到初二到初三一次都是合 应该说还是很进化的 他现在在外面不愿意回这个家 不和你们所想的那种出走啊 或者什么什么的 不是那种 没那么复杂 这个学生在他家里面 有很多的渊源 这个渊源我们也不便于进入 班卓尔老师的话似乎另有所指 为了弄明白雅迪弃考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 记者又来到刘雅迪家中 但是在家人出事的户口本上 记者竟又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情 原来刘雅迪的父亲刘基曾 在户口上显示的出生年月 竟然是1985年11月 但刘雅迪却是1997年3月出生的 这样算起来 父亲竟然只比女儿大12岁 女儿中考前的出走 和父女年纪相差仅仅12岁 这些看似离奇的事情 让刘家的事显得更加的错综复杂 这两件事情之间 是不是存在着某种联系 这个学生在他家里面 有很多的渊源 这个渊源我们也不必于介入 那么刘雅迪的家庭 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呢 班主任老师暗指的渊源 究竟又是什么呢 在复合天使栏目的帮助下 我们又能否帮助刘先生 找回他的家庭